正如同《普门评》里面所说的 应以佛身而度这 极限佛身而为说法 现的这个佛身决定使心同类身 所以在我们人间释迦牟尼佛实心一定是在人道 这就现同类身实现成佛 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果报 果必有因 譬如金沙跟我们讲佛的广场学乡 生生世世不妄语的果报 佛属一个人如果三世不妄语 这个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尖 三世不妄语 我们今天舌头出来舔不到 就说明了我们还是常常打妄语 佛的实心 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 说明生生世世不妄语 那么由此可知 虽然讲三十二项八十种好讲这么多 他的基础都是十三页 如果真正把十三页道修好了 这个妙色引尽是自自然然 兴趣